别太离谱了家人们 女海王养鱼犯车 被男嘉宾戳传谎言 当场对峙时 他竟然承认自己喜欢的其实是女嘉宾 这关系也太乱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不用来讲取向大乱顿脸宗 喜欢的话请响铃了 上次我们讲到九尾湖被淘汰 又有一男两女三位新人加入 大家都在一起玩真心话游戏 起来情绪的可太刺激了 在游戏里 白玫瑰承认了自己 自始至终都只选择了一个人 心意一直都没有变 而且也没有要变的可能性 梅花炉现在才意识到 白玫瑰对自己用情很深 而越发怀疑之前茉莉说过的话 九瓶转到了双开门 朱莉燕问她 这里最像你前女友的是谁 这种问题她当然不会回答了 因为她右边做的可是恰恰 选择不回答就正好可以亲了呀 她亲恰恰的感觉很羞涩 但是恰恰的表情好像也不太开心 然后瓶子就指到了恰恰 梅花炉问她 今天早上把票投给了谁 恰恰当然不能当着大家的面 说同意了泰山 所以她就亲了右边的美洲报 还说这就是个打招呼的方式 双开门瞬间就伤心了 哪有用嘴打招呼的呀 之后小叮当又让双开门说出 喜欢恰恰的三个理由 双开门的回答是 漂亮 性感 善良 小叮当又马上追问 那漂亮又性感 还善良的女生你都喜欢了 双开门马上补充 不是的 这因为是恰恰 所以想和她交往 我的天哪 纯情大狗狗也太好哥了吧 双开门我支持你继续打只球 然后就轮到了泰山回答问题 双开门果断把刚才的问题 抛给了泰山 泰山喜欢恰恰的三个理由是 第一 讨人厌 但又很吸引我 第二 让我很生气 但又很吸引我 第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吸引我 恰恰因为泰山的这番话 特别心动 所以她又陷入了哭恼 双开门果然是自己挖坑 自己跳了 这不是给情敌展现的机会吗 姐妹们不要忘了 朱丽叶也同时喜欢 泰山和双开门 她听到刚才这两个男人 为了恰恰争风吃醋 简直快嫉妒死了 大家问她什么感受的时候 她也很直接的说了出来 这个环境里 大家还得知了 白玫瑰是母太单身的消息 所有人都对此很震惊 不过也觉得 她坦然承认的态度很帅气 这时恋爱零时间又到了 小叮当积许零票 梅花露的两票 当然还是来自莫莉和白玫瑰 莫莉也是两票 分别是小叮当和梅花露投的 所以说 梅花露又和莫莉互投了 后彩时节目组问梅花露 对莫莉下了决心吗 梅花露说 现在是那样的 白玫瑰还是收到了 每周报的那一票 她自己也心知肚明 女王峰投给了每周报 但是自己零票 恰恰依旧是收到了 双开门和泰山的两颗爱心 而这一次 恰恰投给了双开门 朱莉也在投给了泰山 到目前为止 爱心从多到少的排名是 恰恰12颗 莫莉11颗 梅花露10颗 双开门泰山8颗 白玫瑰7颗 小叮当 女王峰 每周报6颗 朱莉叶5颗 果然 在这个节目里 只有养鱼才能赢 爱心数量 比的就是鱼的数量 之后梅花露主动叫了莫莉 去海边散步 泰山也把朱莉叶叫出去 单独聊聊 梅花露还是对刚才的 真心话游戏很在意 她觉得小叮当 不论被问到了什么问题 都会选择去亲莫莉 所以她就不开心了 现在把这个话说出来 也是为了告诉莫莉 自己为了不让小叮当亲她 也是做过努力的 哎呦 这个兔儿 都隔着屏幕飘到我这来了 没话录呀 你别太爱了呀 恰恰对双开门说 我好像成了一个坏人 我不想再伤害你了 所以就选了你 这话也是带了点小心机的 有收有放 这才是养鱼的争取方式嘛 恰恰还从双开门这里 打听到了 朱莉叶应该投了泰山 所以她又开始考虑 怎么把泰山调回来了 我总觉得 恰恰不像是来谈恋爱的 她是真的想要赢钱啊 朱莉叶那边一如既往的知求 她和泰山刚见面就说 我选了你 泰山意识到 有了朱莉叶 自己也会有爱心之后 也不愿意放弃这个备胎 所以她问朱莉叶 如果我选了恰恰 你就会抖向其他的男人吗 朱莉叶也反问她 那么你觉得我会选择你吗 泰山竟然意外的也很纯情 因为她觉得 如果亲亲了 是不是就应该选我呀 这话怎么说的就像是 亲了之后就要对她负责任一样 朱莉叶又问 所以你就是知道我会选你的情况下 你还是没选我了 我以为你会选我 我还很期待的 泰山瞬间就被绕进去了 竟然有点无言以对 哥呀 听我一句劝 就你这样的就别选人家玩心机了吧 双开门那边倒是把真诚写在了脸上 恰恰问她是怎么跟朱莉叶说的 双开门回答 我说的是也有可能会动摇 因为她才刚来 如果我说不会动摇 她应该会很伤心吧 恰恰听完一脸冷漠的说 真棒啊 双开门的表情慌得像是个气管炎一样 然后双开门得知了 恰恰的爱心有12颗 他们俩就结成了狩猎联盟 双开门是金钱和爱情都想要 如果拿到了奖金 还可以跟喜欢的人出去旅行 恰恰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两人约好了 要一起继续赢下去 而且还把莫莉当成了最强的对手 莫莉那边还想着 明天要和梅花露出去约会 他们俩真是精打心算过日子 梅花露还说 你如果买了约会券的话 我就不买了 省得浪费一个爱心 现在他们俩还是甜甜蜜蜜的 但是接下来 马上就填不起来了 因为男生那边要搞坦白举了 小叮当摆命了说 莫莉之前一直都选的我 梅花露当场当机 不对吧 莫莉跟我说他一直选的我呀 泰山也跟着补刀说 莫莉绝对不是每次都选你 顶多选了你一次 之前连续两次都是别人 梅花露到现在还觉得 莫莉是在骗泰山 而不是在骗自己 他这个恋爱脑也是绝了 僵尸都不爱吃呀 不过梅花露也说 如果莫莉骗我的话 我就再也不和莫莉见面了 小叮当果断说 莫莉绝对说谎了 肯定不是一直选你 这下梅花露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近的一天 大家可以自由对想要约会的对象 提出约会申请 小叮当着大家的面对莫莉说 我们去约会吧 梅花露在旁边闷头炫饭 小叮当是不是真的喜欢莫莉 我不知道 但是梅花露是真的很憋屈 吃完饭 梅花露又拉着小叮当和泰山 为莫莉投票的事 她还是不愿意相信 莫莉不是一直给自己投票的事实 但是小叮当也有证据 之前几天 她都通过距离确认了莫莉 就是投了自己 而且小叮当还说 其实我也听到莫莉跟我说了一样的话 她也说一直在投我啊 好家伙 这下莫莉的海后计划彻底翻车 谁能想到 她的两条鱼竟然把话撩开了呢 梅花露认为 信任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 如果两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 那也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了 梅花露终于意识到了 莫莉就是为了爱心才说谎 她无法原谅这个手段 小叮当倒是不在意这些 反正都是游戏嘛 她本身就是来玩的 梅花露越想越气 甚至想拉着小叮当和莫莉一起三人对峙 而与此同时 莫莉竟然还在给朱莉叶传授渔场管理技巧 还叫她 怎么同时对好几个男生发送讯号 这个画面对比 我手势是消不活了 之后 梅花露就真去找莫莉单独兑现了 她最在意的是 莫莉到底是先喜欢的小叮当 还是先喜欢的自己 她之前总觉得 小叮当是在妨碍自己和莫莉的进程 但是自从和小叮当聊过之后 她发现 小叮当也收到了莫莉的暧昧信号 而且 莫莉是先选的小叮当 后选的自己 她也对小叮当抱有歉意 感觉之前对小叮当都有误解 所以 前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骗我 莫莉的表情依旧一脸冷漠 梅花露竟然还一脸卑微的问 你选过小叮当吗 这话其实就是在给莫莉找台阶下了 莫莉说 我选过小叮当 但也不是一直都选她 你和她我都选过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莫莉也直接坦白了 我对你说过谎 对小叮当也说过谎 梅花露继续问她 所以 你为什么要说谎呢 到底是为了讨好我 还是需要我的爱心 或者说 你这两种理由都不是 接下来 莫莉回答 简直堪称 2023年第一个王炸 因为她除了好感小叮当和梅花露之外 还喜欢白玫瑰 梅花露彻底被扎蒙了 她都想要连夜爬上空洞山了呀 而莫莉也是心机太深 她之所以选择梅花露 就是想搞掉情敌 同而更好地接近白玫瑰 她在上节目之前就说过 自己可能喜欢同性 在出见面后 她感兴趣的人除了小叮当 其实就已经有白玫瑰了 原来之前的那些 她对女生心动的镜头 全都被节目赌给剪了 之前藏了那么多气的百合线 现在终于付出了水面 现在再回头看 莫莉对白玫瑰的照顾 简直细思极恐 白玫瑰这个傻白天 倒是拿人家当姐妹 但是莫莉对白玫瑰 可不是普通姐妹情而已 她之前看白玫瑰跳舞 就感到了心动 镜头大战 就算被白玫瑰打了 也觉得对方很酷 难怪花冰的时候 莫莉要主动牵起白玫瑰的手 珍惜花环节 她也要主动换到白玫瑰身边 这里头可全都是心机呀 之前莫莉拿到了淘汰权 大家都以为她会淘汰白玫瑰 然而莫莉喜欢的就是白玫瑰 怎么可能淘汰她呢 莫莉觉得从一开始 就对白玫瑰表示好感的话 感觉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所以她决定要从后期开始 要多对白玫瑰表现一下了 我是没想到 这个练动竟然越来越精彩了 姐妹们猜到 莫莉喜欢的是白玫瑰了吗 你觉得感情线之后 会怎么发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平讨论 想看下期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因为这是个新东西 我也会尽量和官方同步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